在夏天湿热的环境 常见的一种症状叫做汗泡疹 跟湿疹很像 但容易令人混淆 到底什么是汗泡疹 看看医师怎么说 汗泡疹它形成是这样子的 事实上汗泡疹是一个过敏的反应 大家都知道过敏啊 湿疹啊 很痒啊 所以这个过敏的反应就起了一个泡 那即兴起的时候它是水泡 然后痒痒痒 慢慢它就干掉 隔个几天就会结痂 然后就开始脱皮 那汗泡疹通常形成的原因 都来自于换剂啦 压力大啦 或者是你吃到比如说会过敏的食物啦 或者是你接触到含有一些 像有些人对合金过敏 对于镊的成分过敏 那些都会引起汗泡疹 那汗泡疹它的名字叫汗泡疹 你会以为跟流汗有关系哦 它跟流汗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古时候的医师不知道 它以为手上起泡有很多汁 这个是流汗来的 所以就把它取错名字了 叫它汗泡疹 事实上汗泡疹是一种过敏的变化 我看到它是流汗的 我看到它是流汗的 它是流汗的 那么多汗泡疹 你会有的